好可以想见选战进入了白热化 现在还有民众发现彰化20 有民进党籍的候选人与蔡英文的竞选刊版 遭人喷漆破坏 无独有偶在嘉义蒲子的开源路 也有国民党籍的立委候选人 与韩国瑜的竞选刊版被人恶搞 有的用火烧冻 还有的土槟榔汁 警方调阅了路口监视器 锁定了三名嫌犯将他们带回 他们却攻城只是觉得好玩 路口监视器画面 一名男子骑单车停在电线杆前 只见他嘴里嚼着槟榔 电骑脚一口就朝看板吐 随后逃离现场 镜头转到另一个路口 只见刚刚吐槟榔汁的男子 又骑单车寻找下一个目标 接着同伙骑机车会合 两人一起搞破坏 嘉义县铺子市开原路段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 及立委候选人的竞选看板 遭人恶意破坏 直接红色的槟榔汁洒在韩国瑜脸上 不只这样另外一面看板 还被火烧了一个大洞 而且似乎只针对韩国瑜人像 都被打我机烧破一个洞 然后前后两边都是有被堵 槟榔汁这样子 警方条约路口监视器 锁定涉案三名嫌犯 寻线带回道案 前方公称只是觉得好玩 无独有偶在彰化县立委第三选区 民进党候选人扫街时 看见和蔡英文总统的竞选看板 遭人喷漆立刻报警 虽然说没有政治动机 不过竞选看板接连遭破坏 也让候选人很无奈 大选角不逼近 警方加强巡逻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 记者综合报道